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同學介紹所謂的VOR Check 根據法規 VOR必須在每30天要Check一次 然後如果在標準之內 才可以在這架飛機上進行所謂的儀器飛行 那VOR的Check有四種 第一種是空中的Check 第二種是地面的Check 第三個是兩個VOR的Dual Check 第四種是如果你的附近有VOR的測試站台 VOT的Check 空中的Check它的誤差容忍值是6度 地面的Check的誤差容忍值是4度 那今天我們在Torrens機場 這個機場就在LAX國際機場 LA國際機場的南邊一點點 這個機場也是Robinson直升機的大本營 所以在這個機場有VOT測試的站台 那我們今天就來用這個VOT的測試站台 來介紹跟各位同學介紹怎麼樣做VOR Check 那VOT的測試站台要在哪裡才看得到呢 你可以在Charge Supplement上面 在Charge Supplement上面找到每一個州 在哪裡可以做VOR Check 以及你的VOT的站台在哪裡 以及它的頻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在Charge Supplement上面 就會看到加州其中一個VOT的站台 就在Torrens 它的頻率是113.9 那VOT的站台最大跟VOR的站台 確實什麼不一樣呢 VOT的站台只會發射一個 一個 Radio的信號 也就是說它是發射一個2-180 跟FRONT-360的信號 也就是說不管你的儀器怎麼設定 它只會發射這個信號 所以就讓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很方便的 我只要轉到180或轉到360 看一下指針有沒有在中間就可以測試 OK 好所以我們現在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先來測試用 我們來用這支iCone的無線電 做一下測試 大家可以看到iCone這支無線電呢 它是A24 這支無線電 有很多個不同的變形版本 這個版本是包括了這個導航 iOS跟VOR都在裡面 我們要做業配 但是這個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備用 我們來看一下 請鏡頭看這個地方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把頻率設在113.9 這時候你就會聽到它的聲音 聽到它的聲音 好聽到聲音之後呢 接下來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是E81的OBS 來我們來看一下可不可以 要往這個方向一點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應該是在180這個地方 它的指針要在中間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指向E80 所以指針有沒有在中間呢 指針剛好就在中間 指針剛好就在中間 好 往右邊偏一點點 那在地面上 你可以容忍的誤差是4度 4度也就是可以容忍兩格 每格兩度 容忍兩格的差距 所以可以看到它只有在中間 以及往右邊半格 表示這個 這個是合 合乎規定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用這一架飛機 這架飛機 上一次做VOR Check是3月5號 那剛好過了一個月 我們就來用這架飛機 來做VOR Check 各位同學 接下來呢 我們來試試看這架飛機 如果在飛機上做VOR Chec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 它配備的是G3X 有VOR Check的信號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在這次裡 Navigation用E13.9 E13.9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下面有收到這個信號 所以我們現在選的是E190 好 那當然指針就偏掉了 我們來轉到 E8 在這個地方 對不起 這個地方 轉到E80的時候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在E80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的指針剛好在中間 好 我們可以看一次喔 當我轉的時候 這個CRS180 改成E73 是不是偏掉了 改到E80幾 也偏掉了 對不對 那我轉到E80 你看看指針會到中間喔 E80的時候 指針剛好在中間 表示這個儀器 現在一度的誤差都沒有 沒有誤差 好 各位同學 這個呢 就是每一架飛機上面 一定要跟著飛機 它的一個VOR Check的紀錄 那我們今天呢 是2024年4月7號 2024年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KTOA 我們就把機場的名字寫上去 然後呢 Check Type這裡 有Air 有VoT 有Ground 跟有Duo 那我們剛剛用的是113.9 所以用的是VoT 用的是VoT 在VoR1呢 它的誤差是多少呢 Error在這裡誤差喔 誤差是多少呢 是0 好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完這個記錄 最後呢 我還是要寫上我自己的 我要簽上我自己的名字 以及我的Rating 根據這個 根據法規 只要是你 是PPL都可以做 所以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教官帶的學生做 是學生簽名 那這裡是我做的 所以我簽我的CFI OK 好 那到這個地方 就是完整的跟各位介紹說 整個VoR Check怎麼做 VoR這張做完之後 4月7號做完之後 30天有效 所以大概30天之內 這架飛機 就可以進行儀器的飛行 好 我們的VoR Check 介紹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同學